以赛亚书第47章 我们要一起思考的是 神所使用的人 为什么后来却受到极大的灭亡呢 我们看到有些人呢 他们虽然曾经被神使用 但是呢 后来却是遭遇到很大的灾难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47章里面看到 巴比伦的审判 所以一开始就讲到 巴比伦后来的光景是什么呢 他一开始说 巴比伦的处女下来坐在尘埃 迦勒底的闺女没有宝座 要坐在地上 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 我们也在此看到 通常讲到一个城市 它可能是用女性来代表 所以他讲巴比伦的处女 指的呢 就是巴比伦这个城市里面的百姓 他们下来坐在尘埃 就是从宝座 反而落在尘埃 在羞耻当中 然后他讲到加勒底的闺女 其实呢 就是对应前面讲巴比伦的处女 因为巴比伦就是在加勒底地 所以前面称他为巴比伦 后面称他为迦勒底 前面称处女 后面称闺女 指的呢 就是巴比伦的百姓了 巴比伦这个城市的百姓 后来会从宝座下到灰尘 下到地上 所以看到 他们必要受到审判 那我们看到巴比伦呢 为什么会受到审判 从第六节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 使我的产业被亵渎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所以我们看到呢 其实神是把以色列人 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 要来审判以色列人的顽梗叛逆 所以呢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神是使用巴比伦 来成就他的旨意 但是呢 后来反而呢 巴比伦自己 就受到神的灾难 审判 反而呢 比以色列更加的惨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继续读第六节 你毫不怜悯 他们把几重的恶 加在老年人身上 所以呢 巴比伦虽然被神使用 成就了神的旨意 但是呢 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毫不怜悯 以色列的百姓 神的百姓 而且呢 这个恶待老年人 所以呢 我们看到第一点呢 就是 他没有怜悯 然后呢 恶待老年人 那第二点 在第七节 你自己说 我必勇为主母 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也不想这事的结局 你这专好艳乐 安然居住的 现在当听这话 所以第二点 为什么巴比伦 后来的下场这么不好呢 因为他非常的夸口 他说我必勇为主母 我永远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大城市了 是所有的城市当中的最好的城市 那这是第二点 他夸口 第三点 巴比伦之所以 后来 这是被神所灭 本来是神所用的 原因呢 就是你心中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了 我必不置寡局 也不遭丧子之事 所以呢 他讲到说 唯有我 唯我独尊 也就是他非常的狂 前面是夸口 后面是狂傲 然后第三点 我们看第四点 在第十节 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 说无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 并且你心里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再次的强调说 我是这个 唯我独尊的了 所以在眼里面 是完全没有神的 而且呢 倚仗自己的恶行 他倚靠的是自己的暴行 所以他最后呢 还是会受到神的审判了 所以总结一下 为什么曾经被神使用的 巴比伦帝国后来 被神给毁灭呢 为什么 这个曾经被神所使用的人 后来呢 却没有好的下场呢 这个都是我们要警醒的 第一个原因 就是不怜悯人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夸口 第三个原因是狂傲 第四个原因是因为 依赖自己的恶行 依赖自己的暴行 所以我们想要被神使用 也要警醒 在神面前要谦卑 不是凭自己的力量 不是高举自己 那是单单降服于主 要与主同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 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 临到巴比伦了 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除掉 所不知道的毁灭 也必忽然临到你身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不要狂傲 以为都很顺啊 都没有问题 可是呢 我们的饥饿 就是我们一直累积的这些恶事啊 会使得毁灭 灾难忽然的临到了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这一章 47章讲的是巴比伦的审判 他曾经神所使用 但是呢 因为他的这种 这种没有怜悯啦 夸口啦 狂傲 还有依赖自己的恶行 所以遭致这样子的毁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正是何等可慕 能够为你所使用 这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充分的发挥功用 主啊 但是我们也在你面前 战争惊恐惧 存谦卑的心 降服于你 乐意来与你同工 来 这个 成就你的旨意 荣耀你的名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